師…師父… 小師妹,沒想到你會指頭落晃 嘿嘿嘿嘿,從小形式舉止就十分特別 總是讓當師兄的意料不到 師父…你身子…可搭好了 哼,我總算還沒被你這個孽子給氣死 你不服四驚管束 師父…吃下攀田臉,偷到紫荊碗底 還帶著這一堆外人從密道進來 你可知道你已犯了幾條門櫃 師父…地…地址… 聽好笨作於你 即可交出你身上的所有兵刃法寶 並乖乖束手就擒 我就擾了你這一般朋友的性命 師父…這… 風姑娘莫慌 這些話…不是你師父所說的 是你師父旁邊的妖女 在此傳滾錄音大法… 什…什麼? 嘿,你們死到領頭 居然還有閒暇胡言亂語 指風姐姐 你說的妖女 就會站在林山前面身旁的方芸 方姑娘嗎? 喊姑娘? 這個叫方你的女人 是何時來到龐天嶺的 這…我也不清楚 不過… 我上次來探望嘉雄的時候 她好像還沒在這裡 我只知高師兄常證她聰明絕頂 對她凡事言天即寵 唉唷…聽諸位所言 她好像爛電奴家 是個十二不作的妖魔 其實奴家只是 略通一點驚熱之道 平時做出主意 幫高師兄治理本門 可沒像諸位說的那樣啊 妖女 你還想做到什麼招 那就劃行大法 片片長的 趕快掀出真面目吧 哼… 健康在我的酒藥之間 放刺你 來回道 我不會要叫你們 死了慘不堪言 師…師父… 瘋姑娘 看來你師父和師兄 都被那妖女迷亂的神智 只能被她隨心操控的傀儡 你師兄收尾不足也就罷了 回眼影的師父 都遭了她的妖法控制 在我下廂前數月 我師父忽然風險 也以為只是瓜蜂遭人的小病 然之卻一發不可收拾 我下廂前曾去向師父道別 那時師父摔路已… 已疾 根本就不能起身 想著她老人家重病摔路之際 才會被這妖女趁去耿路的 志豐姑娘 那命魂妖法陷下人解嗎 只怕一時傷口是解不了的 怪且旁天妮此刻 被妖性籠罩 或是妖法 或是困難 看來一切 也招呼在那妖女身上了 不過 若果她動起手來 她定會驅使瘋姑娘的師兄 而老先生來對護我們 只是這場仗 看起來是非打不可了 瘋姑娘 帶來回弄不得已 向你師兄和師父招呼兩下 還請多加速水 不…我… 此下門能替你 朱查這叛逆一等 凡是立功者 老夫必有重傷 瘋姑娘 眼前的臨傷前輩 已經不是你的師父了 如果你心軟退亂的話 不但你自己性命能保 還可能累得大火 間接沉失在這盤天嶺上 我明白 你和前輩的師徒之情 但此時 被人以大復為重 瘋姑娘 你先退到後面去 如果你不願意落手 前面 就由我來打好了 不…我… 我要請這個師父做了了斷 你們不用擔心我 儘管上面是 這門能聽命 凡逃滅叛逆者 種種悠傷 被我殺 一群沒用的傢伙 四斤 你上 你們還真是有點能耐 好 就讓我來會會你們 呃… 你們… 你們… 妖女 看你還有什麼花樣可耍 嘿嘿嘿 幹事的生活 果然是最好的 多謝你們出力幫我 撒了這許多四項門人 有了這許多生魂怨靈 我的魔陣 就可以完成了 旁天井上的黑氣 果然是你的傑作 大師兄帶你回來 當真是以狼入室 高世金這撒著建設就忘了一切 我只用了一些小手段 我只用了一些小手段 就弄得他服服貼貼 我在盤天井上 不正吸取弟子驚魂 甚至暗中對他師父動手腳 這蠢儒居然全沒察覺 四項門有他這種手圖 今日活該負面於此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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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寒武煞 原來是你 反正你們馬上就要歸天 那你們知道真相也無妨 剛風雪日 幽月華深 鬼目天章 萬魂集艷 黑眼窮 銀窮 明火煙慢 啊 這是 這是邪天黑眼珍的咒語 血田黑炎症 居然有人敢打 死亡真的血症 师父,你没事吗 不愧是淋伤老鬼 受了这么重的伤 居然还没归天 不过,我看也快了 血田黑炎症 天地见四大血症之夜 此生受云天地立魂煞气 一旦发动症内 变成鬼欲罗院 在黑炎卷料之下 任何狐狸及小灰化成 行魂俱灭 谁敢打发动此症 便是与天下苍生作对 即使神魔天仙 也龙塔不得 是我寒无沙发怒 这邪天黑炎症 淋伤老鬼 你又待如何 人间就算被黑炎 烧成白地 也不干我们地界的事 我可是半点都不在乎 嘿嘿嘿 死吧 我 你又待如何 因上寒无沙 好乐妖孽 很好 因其下之光 明昔天花 今为应回 破明主案 巨为千山天皇 师父 你的身子不能 妖孽 化成灰吧 师父 师父 月儿 我 我不行啊 你师兄天资不足 继承不了 我毕生经验的绝学 谁下门 今后 就由你继承找门之位 门内地质谁敢补充 一概 割杀无论 师父 你先别提这个了 现在目的还带河神 月儿 你天之聪颖 日后 在术法上的造诣 必定远胜于我 光大我四项门 毕与终于 个牌 就看你了 咳咳咳 师父 徒儿 会请遵你的吩咐 毕业 还有一件 妖精知识要告诉你 咳咳咳 在这酒药之亭底下 有个藏宝密室 里面有我毕生收藏的电机发报 这一切 就 就都由你继承 咳咳咳 进藏宝室的机关 就在 十项发一 换位 时 师父 不要 师父 凤姑娘 你要解爱顺便 凤 凤姑娘 感情 呃 哎呀 这是怎么一回事 看在盘典里上 有一场大乱 这个四项门 有谁做主 中文字幕——YK 小女子封寒月 刚刚见到四巷掌门一指 各位长辈 师伯 光临旁典里 不知有何指教 刚刚结了 难道你 前掌门银上前面 已经 门内有奸人为乱 而是清理门户 不愈却遭了敌人毒手 原来如此 雷银山前辈 乃当代奇才 外学内修 君尊化尽 经文他老人家闲时 我道中的 莫不玩惜饱寒 多谢殷师伯 今后 天掌四巷门门户 还望各位师叔补门 多多关照 管照是可以 但 拼你一介 年幼弱女 如何的成绩 这掌门重了 如何能让门内地之心服 只怕不用一年半载 雷银山前辈 苦心建立的基业 就要烟消云散 可惜啊 可惜 是啊 反正 这下门戴 开派十余年 一和中原珠派 得下不少仇怨 如今雷银山前辈已然闲逐 这些仇怨 要如何清算 可要着陆在你头上啊 两位师叔伯说话嘟嘟逼的 是何道理 师将们朝时变故 终于三大派 不失援手 反正连出来 欺负我这孤女 岂非落井下死的行径 哼 雷银山老人孤傲自打 像那没把我们三大派 看在眼里 师将们和我等 积怨过 积怨多过交情 便落井下死 也是合情合理 今天临上脑人归息 你没有志向残杀 正是所谓制作孽 不可活 今日张派齐举三下 原来就是要来心思问罪 师将们向来阵邪不分 在盘天里藏 设设要命的邪阵 实在令人发指 依我浅见 不如今日和三派之力 一举跳了这 罪恶元族 也可为天下除一大患 师父 两位师伯 这写证乃 外邀 乃道外邀邪所设 于是向我们并无关联 地址可以为证 燕大哥 这些人根本不怀好意 他们甚至师父去世 本判元气大伤之际 对我威逼恐吓 想赞这县城的便宜 既然他们本性如此 那么和他们多说 也是无意 哼 你知道就好 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 只要你立刻解散四项门 归了我三派之下 并乖乖叫出主帮密藏法宝 就饶了你们一干重人性命 否则的话 今日 中原三大派剿灭四项门 踏平盘天里 临上挠过地下游汁 只怕会气得吐血 哈哈哈哈 师父临终之境 穿过掌门大卫 我请了有副他老人家的衣托 要上派献保 除非我死 信久不迟迟罚酒 那可别怪无等 受下无情啊 喂 你们这是什么中原三大派啊 这位称臣之吻 欺负一个女孩子叫 你们还算是男子汉 大丈夫吗 我第一个看你们不起 风姑娘你放心 这些兔崽子诺敢对你动手 我上官员 一定助你 假人假义 往父侠民 看了就令人有气 我刀下向来不留卑鄙小人 风姑娘 待会也算我一份 谁敢帮这妖女 便是同妖魔一伙 一病出面 师父 摄像门与上大派间 却有许多过节 但君分身仇大怨 让你老人家肯出力 接从卧血排解 定格小美这场杀入惨祸 爹 以此上课可以说明 但大家尽可 慢慢 躺个仔细 如此大声和气 多伤人命 多伤人命的不治之举 是非必须 师父 弟子知晓相信 你是千何民理之人 就算是下门 其实却有不治 两位师伯 如此事抢相逼 要凤姑娘上派献宝 难道不是盗匪的行径 师父 你身心轻高 这不会与他们两位一般见识 弟子求你做个公道 劝两位师伯 收兵霸道吧 运掌门 不愧是你教出来的徒弟 说话口舌凌利 大有道理 可惜却偏袒腰邪欲行 你说 这却该如何 周兄 他已被我读书门想 不再是我天学们弟子 他的言语行止 皆有天学们无管 道理是你一手带大的徒弟 这能和你说无关 我早说过 这等邪魔之后 当初就改一件杀了 刘拉下来终会成为祸端 当日 若不是你发了伤心 把他养大 今天就不会有他 来和我们作对 竹雄 当日我们不是约好 却不再提指示吗 事隔多年 还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你不再像当日那样心软 待会咱们 就将在场的全都杀了 包管一了百了 师父 朱师父刚才 刚才说的仙墨之后 是什么意思 嘿嘿 这个又由来说好 你某天是地界的魔鸡 你爹不知真的迷恋上他 所以才有了你这个孽种 当日我们联合三派好手杀了他们夫妇两和 你师父忽然大发善心 留你一命 还抚养你长大 说我大弟子 嘿 英雄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这可真是你的不是 不 我 我不相信 师父说 我爹是他同本失定 和我娘因为疾病 双双去世 所以才有师父 叫我养大 嘿嘿 你师父 我亡言骗你 难道你还深信不疑 你师父现下就在这里 你何不自己去问他 爹 这是真的吗 你是因此才把大师哥 做出师门了吗 闭嘴 此事与你无关 就算是真的 大师哥也绝对不是要挟之流 我只想和大师哥一起长大 这他一向刚一守证 内洛无师 莫说我自己 本门的师弟们也都很佩服他 况且大师哥处事向了宽宏 忍厚 问人品胸襟 怎么还在这两位师伯之上 主帅 你可是你刚才所言 有多失礼吗 听咱们 原来不如读你的高徒 也令你千金也口舌淋漓 都说我余用 风寒月刚才我们说的要求 你到底答不答应 我早就说过了 要我上派献保 除非我死 那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啊 英大哥 我请自你十分为难 此乘若你能两不相帮 我便十分感激 若你要帮你师父师妹 那我也无话可说 反正我是下不了所伤你的 只求你一箭将我杀了 审得 审得我多受这些苦处 不 我 我只能杀你 好 三代派 如此相逼 与下三难的倒废无益 我也修以他们为伍 我殷建平 既已是天宣门企图 今日 就阳气正派 当个真正的邪派吧 殷公子 你千万不可自暴自弃 实属在战争中一时了之 虽然施以致此 所谓天武军人之路 总还是有方法 可以圆满解决的 子凤姑娘说得好 大家听着 待会咱们先跳着紫云派 和通通派的杂水 天宣门了 只伤不少 逼他们退走即可 免得一脑地 左右为难 何必为这些废物为难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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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剑人 还用得着装饰吗 王主 你 你怎么来了 啊 我杀你 你没死 哼 要真是这样轻易就被击毙 如此废物 还配得在我手下做事吗 不过 你连这场小事都办不妥 本作还用得着你吗 啊 王主 尽些知错 请王主 老人尽些以命 哼 不过 兰德山派的兔崽子集 群起一处 正好一网打尽 神的本作 四处奔波 能有这等千载南府的良心 算是难将功折罪 这妖人 是这妖人杀了师傅 而是一派的宗师傅 咱们一起联手 杀了他 而师傅和宗师傅报仇啊 你们的师傅身为一派之长 尚且被他一件斩子 两人修为相比有如鱼泥之差 师傅都这个样子 你们这些徒子徒生有个屁用 不想死的话 乖乖带着原地吧 可 可恶 在竹林之中 趁门阁下见下游人 不亦今日又在此地相见 阁下这回光临 不知有何指教 哼哼哼 本作今天 虽然只是来杀这些兔崽子的 不过 你本作意料不到的是 今儿就听到了一件 与本作大有关系之事 可得问清楚不可 师兄 你说是不是啊 恭喜你练成了无散飞剑之法 师弟 哈 你 你是印掌门的师弟 师兄 听周虫 诸号那样废物之眼 眼前这少年是本作的儿子 是吗 哼 当着一念之门 留下了这火根 留下了这火根 哈哈哈哈 师兄不用强做此愿 你的心事我清楚得很 当日你年同外人为上我夫妇俩 想必事后心中 也是十分内疚 才会留下我儿子一命 只可惜当日我重上空 在地界经营了七年 之后又忙于一堂天地众魔 不暇去管天旋门内的动静 不然我父子俩 也不用等到今日 方才见面 师父 他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 弟子这些年来 始终觉得 师父你对弟子处处提防 从无慈善 即使弟子练功有成 师父你爱人也能愈 但弟子心灰意冷 难道 难道都是为了这个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好说的 令简萍 我已经对你仁值一净 扶养你仗大成了 就算经常我欠你爹的债吧 但今后你如果投入魔导 你我就是博光 博光歹天的仇敌 听清楚了吗 师兄 我是感念你 扶养平儿子 这才老你一命 怎么这回合又开始 老起手来了 就算你获输的性命 你这一干 徒子徒生的性命 还要不要 持过阵线不养力 你记得对了魔导 便是躲天选文之底 祖师爷成熟 初遥灭闲 大意不齿 但若天选文今日在此负面 乃是天意如此 哈哈哈哈 我给你们一点厉害 瞧瞧 我见邪道跟你瞧的小了 好 就先拿空桶派 和紫云派的兔材质 来写记立威 这位前辈 爹 爹 好儿子 你想求本座老了这肝难胆 那当然行 不过 你得谁本座回地解忧度 以你的天知修为 当可成为本座的左右手 远在这半世不利的嗜邪之上 韩无杀 你说是吗 王主说的是公子五光鸟的 见解是很清楚的 爹 海尔无论如何 这不可能入魔道 若你当真 以无辜之人的性命相比 海尔 也只有以家放上 暂时则变了 哈哈哈哈 好孩子 你的现实就和本座年轻死一个样 本座也知道 未必你是不成的 所有正派的嘴脸 今日 你也看得很清楚了 这段时日 就让你好好考虑 至于这一帮兔仔的性命 看在你的份上 暂且饶了他们 多谢地的菩萨之恩 凭儿 咱们后会有期 希望下次相见之时 可以听到你本座满意的答复 英大哥 瘋姑娘 别管我的事情 你现在是四项门之掌 该刚说时的乱象残局 至于天雄门咒 我还有话 想和我师父谈一下 请你一礼相待 至他如此 共同派了指引派了兔仔子们 乖乖带你的师父 难看着尸首 滚下上去 不然教你们的尽速 乘坐在这盘天零上 至于天雄门的朋友 请你们稍后片刻 走 走吧 哈哈哈哈 虹爪们 伊尔丹加尔斯达 我们这些外人 是否也得一样滚上去啊 上官大哥 你别这么说嘛 刚才收拾上后 得忙上一阵子 这几天就请大家 坐在西乡 好好休息吧 蓝天零盛景不少 大家可趁这几天 慢慢观赏 游玩是小 但这许多事物 全落到封姑娘一个人身上 只怕你吃不消呢 这几日大家 能帮而上忙的 又出点力 别让封长们累坏了 哎 哎 指封姑娘说的是 有什么 我们能帮忙的 封姑 哎 封长们 千万别客气 别叫我什么封长们 让凹口的 我 我在此谢谢大家了 殷大哥 殷大哥 你在这里吗 啊 你果然在这里 殷大哥 原来你在这里 我问过了大家 都说不知道你上哪去了 我有点担心 没什么 我只是来这里赏越伤心罢了 今天你师父疫情要下山石 你小师妹跟我说 你和你师父谈过话后 脸色很是难看 要我好好劝劝你 到底你师父 说了些什么 连我都不能说吗 我问我师父 我真正的声势 他怎么说 他说 我的母亲是地界长同 妖母的幽度之长 名叫幽基 她为了消灭地界与人间的之争 来到地上探查人间的虚实 结果 吹上了我爹 两人一见钟情 于是 就有了我 原来如此 我娘 虽然修为十分高超 但怀了我之后 被法律诠释 我爹怕那些自以为是的正派中人 加害于她 于是将她藏在天凶的内院中 当时我师父还在世 和老人家心胸广阔 并不忌讳正邪自愤 并以为 我爹和我娘这一对 可以化解地界人间千年来的争斗 因此同意隐瞒此事 启之 启之已尽芬亡之日 师祖忽然去世 令中情 为其交代 既任掌门中的人选 师祖生个弟子之中 以我爹悟性修为最高 我师父虽然是大弟子 但来 但向来不受师祖喜爱 当时 仲敬相信 师祖会让我爹 既任掌门之位 师祖作囊去世 等于是给我师父一个机会 他只要对外泄斗我娘的事情 我爹 便成为师通妖魔之人 绝无可能既任掌门之位 写着空头和紫云派的周崇诸号两人 听说此事后 居然像依我娘为止 威逼地阶 优多 投降献宝 就跟 就跟那天的九一之天使一样 他们约了不少 善人同道 而趁我娘分晚后 元清大三之际 联手合己 而我师父说他们胁迫 你想罢手业也不能 而我那位师叔 不只自己师兄所为 睡在一天夜里 离开了望见封 四日 陪人涌重闯入门中内院 威逼我娘就寝 我娘直到落入这些小人手中 必定无幸 于是和我爹 平时抵抗 然而 敌人时代太多 我爹战到历劫 一不留神 竟被长下一病 我娘 脸见于此 被神明使出绝天禁法 将敌人 烧山静静 我爹 拼着重伤 悲弃我娘的尸身冲楼出去 竟然无人能挡得住她 唉 中原正派之中 僅是卑鄙小人 也难怪你爹 深恨中原三大派 尤其是诸州两人 他们被你爹的飞机所杀 的确罪有因的 是啊 他們本想 将我墙堡中的我 一片杀了 信和师父挺见相互 这才保住我的心命 师父当着一念之差 造成如此结果 我想 她内心是很懊悔的 也难怪我越是勤念武功 师父对我就越是猜忌疏远 因为她这个心结 一直都没有解开 她始终怕我有朝一日 得知往事之后 回来找她寻寵 殷大哥 你师父真是多虑了 我知道你最是敢念你师父恩的 就不会为了这种事 就翻脸报仇的 是啊 只是此刻 那些空虹派和子女派弟子 想被以证我是妖魔之后的事 传遍了天下 师父 也不可能再重收我入门了 而堂堂两派掌门 是在我爹手中 中原正派 也必不能隆我 唉 从此 灵观天下 放置天地如此辽阔 而我 这与当日初夏三十一半 不知何去何处 这有何关系 就算中原正派不了农民 我四巷门 可是打开大门宽饮呢 英大哥 你爱在这里住多久 就住多久 若你不嫌四巷门 就正邪不惧的外道 便是要路的四巷门也没关系 封姑娘说笑了 文艺健平 我是堂堂大丈夫 且能爱在你门中不走 我四巷门之事 更是休息 你天下之大 自有我龙胜之处 不 布朗峰姑娘你操心 布朗峰姑娘你操心 不 英大哥 你 你原谅我不会讲话 我是真的 希望留在这里 这儿没有别人 我 我告诉我心底的话 你 你可别见笑 啊 呃 英大哥 我是个在兵后中 父母双亡的孤儿 师父可怜我孤苦无依 才说我为光门弟子 把我像孙女帮的养大成人 因为师父待我太过亲近 大师这样才会嫉妒在心 一直对我初初提防 任言任喻 根本不把我当师妹看待 那底下的弟子 当然也一个样 下来的大师兄 也在怕你 霍传这掌门之位 才如此千方百计和你作对 岂之到头来 还是相同的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 建议不可为吧 即使我年纪比大师兄 小的太多 就算不谈备分地位 我也半点不想挣这掌门之位 但他偏身不肯相信 就因为如此 我孤孤单单地在盘天眼上过了十年 是中门人失地 虽重 但真正能让我相信 人说得上是惊人的 就只有我师父 银大哥 如果你有时觉得我这人 性质冷屁固傲 不依相处 那多少是这段日子的缘故 没这回事 是封姑娘影响得太多 我自己的性质 我自己最清楚 银大哥 就要自听一张 师父和大师兄 酸酸去世 我又是孤零印的一个人 在这世上 仍然我依靠 肯听我说这些傻话的 就 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我不要再孤孤单单地过火 银大哥 如果你不愿意游下来 我这掌门也不当了 今后也要上哪去 我都跟着你去 就像当初咱们 初向阳城后一般的快火之战 好吗 这可不成 银三前辈留给你怒大吉野 难道有一句话 就把他抛在身后 我不管 有人爱当掌门 就让他去当吧 我 我只在意 银大哥你一个人 你 你说的 都是真的 这 这还是真的 我刚才说过的 你可不许笑我 我 我是好 没有取笑的意思 只是事以支持 父母姑娘这方美意 我 我怕是不能接受的 为 为什么 用力量的所见 我爹已堆入魔道 我得向正派报仇雪恨 他今后 不知道还要做什么事来 我只不会随我爹 入魔道 但若让他为所欲闻 后果必定不堪设想 如今 只有由我设法找寻到我爹 与他决一死战罢了 这不成 就算你有连锁 我们的功力 一定能胜不过你爹 这我自然知道 我是想是在我爹的手下 如果我爹还有人性 或许 我这条命 能让他有所醒悟 所以 我虽然我封姑娘很垂青 但我只怕寝客便死 有负你的一方心意 所以 我还是想 请封姑娘你 立命良人吧 林大哥 你 是认真的 负债自常 自古如此 之间之云派 和空洪派 虽有诸多不是 但两派长得死于我爹之手 却是事实 两派弟子弄在道上也渲染 因为难止其咎 这几天来 我始终想不出其他良策 无法割下自己 也只有如此的 不 要死的话 我也一起去 封姑娘 你 求求你 殷大哥 别留我一个人 孤零零的 活在这个世上 我 彬公子 彬公子 并非没有其他方法 疾川姑娘 彬公子 烟火之箭 壹尊摔徹十四血 解脱 Perquè悠双鞘 釋放持有天魂 目的就是要復活这个上古魔神 我知道是有一柄上古神器 可以耗力天地神魔 持有当年还是败在此剑之下 若你能设法得到此剑 不但可以破坏力中的图谋 更可威责 中远 那些自以为是的门派 真有这把 这么一柄剑 是的 这柄剑叫做久以天尊之剑 据说这柄剑是用黄帝女蛙神补天 剩下的七色十指炼成的 之后它承受天地圣法御风 其微令四方神魔未复 几乎可说是天地间神病之尊 不得久以天尊之名 那这柄剑有机场在哪里 其实我也不清楚 独入之战 先祖皇帝用此剑长下持有的头颅后发现 此剑吸收了持有的魔血原神 以为不详 于是秘密将它封在地界的某处 领忧选换地界阴关 地界乃至妖魔与鬼灵的住处 并非防人可以入之地 更何况阴界 地界如此辽阔 神剑被封在河地 要如何去找 只要有道行的够深 或有合适的法宝 即使防人也能深入地界 而此间既有如此省危 曝光必定自如白日 虽然之不困难 原来如此 这封姑娘真是见闻广播 虽说要如何进入地界还没有找路 但都是有条路 这封姑娘 今后 于此还得请你多加指点 好说的殷公子 你客气了 指锋 那把剑 残忍是不能碰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 前辈 别让你们认识 我不再何以说话 指锋 指锋 你该知道那笔剑威力无比 不可能和陆路凡人之手 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你明察让访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那批妖人 想要复活邪神吃油 此事非常小可 即使动用神剑也不算过分 何况殷公子的围人 你我都很清楚 可以安心把剑交给他 话虽如此 让过当初 皇帝为何花怒打功夫 封此剑也封于地界 这其中必有缘故 此剑弄得再次现实 只怕会引起木大凶险 与其冒险动摇此剑 不如回去借四千冰奖 我会找赤友 来着省事 不成 悲然是这人间自己弄出来的事 天庭未被啃寡 二来只怕天火狂内过后 人间顺成家徒 庶民死伤流离不计其处 这和赤友复活后 有何差别 瞧你这个样子 你是责意要打算去巡导神剑 看着喜日交情上 我不会爱你 但别以为我同意你的见解 他们想要九一天润之间 得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什么 很简单 他们却胜过我才能取剑 我可以告诉你们 神剑放在地界幻海的赤殿院 我会在那里等你们 不过 现在提赤士还早些 我差点忘了今日是所为何来 用闻奇想 前日我四处勘察时 今天京城底上被称称黑气笼罩 世事有人在白什么阴毒法阵 以那黑气之声来看 之声威力非同小可 事已要劳烦你们前去看看 咦 人哪在天子脚背弄鬼 那些妖人竟有如此能耐 无论如何 事关京城数十万条人命 此事绝对心忽不得 我就会去通知上官大哥他们 明天一早 便向京城出发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 风姑娘 如今你是一块掌门 不能再这样跟着我们到处乱跑 为你挑了几个精明干净的地址 本掌门物 不让阴大哥你费心 可是 我还是觉得不妥 阴公子 你还记得风姑娘之前说的那些话吧 她是非跟你去不可的 你就答应她吧 石方姐姐 你连前面的话 也听到了 我不是有意要听的 不过你放心 我这人 也像守口如品 事情既交代完了 我就不打搅诸位亚信 咱们 精神见 这位前辈高人 真是声容见我也不见手 石方姑娘 你和这位前辈相似吗 其实相似而已 或许这人性质孤阿自大 顽固不通 然而她聪明绝顶 修为野高 功力并不在那见血之下 只可惜她当年 曾发过誓言 誓言她虽然有心想帮我们 就只能在暗中出手 或帮忙当场消息罢了 唉 这也是天意 石方姐姐 你对这位前辈如此 所知如此之想 小变色 很有一方淵远的 嗯 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什么意思 啊 没 没什么 对了 明儿就要出发 我先回去准备准备 怎么一回合生气 越回合高兴的 女孩子家的心思 真是难懂 呵呵 令公子悟闹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此刻月色证明 不妨再多上一回合吧 嗯 也好 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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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